最近很多人應該都曾經在可以出國的快樂當中 但事實上卻有另一群剛剛被政府限制出境 他們就是足球流氓 本週二,英國政府公布了一長串的足球黑名單 禁止曾經在賽場上鬧事的足球球迷 出國參加11月的卡達世界盃足球賽 而這1300多人必須要把護照上繳給政府保管 如果不遵守限制偷偷跑去卡達被警罰抓到 將會面臨6個月刑期以及無上限的罰款 事實上,英格蘭的足球流氓早在世界知名 在國際賽事當中 英國警方時常會出動警力到主辦國家去維護足球和平 英國內政府表示 他們絕不容許有人玷污這四年一度的歡樂城市 有些人覺得英國政府的做法是了不起負責 但也有民眾覺得現實出境小題大作 你覺得呢?